在政制事務委員會的公聽會上 部分文化團體批評後任憑政長官梁振英規劃成立文化局時 並沒有諮詢業界意見 新政府成立文化局我們是寄予厚望的 我們是寄予厚望的 正如剛才黃先生說 這個其實是一個香港發展的契機 但是很可惜我們收到的文件 關於文化局只有四段 完全沒有說清楚文化局應該有的政策理念 甚至乎我們看到那張圖表 只是將現有的幾個很零散的機構和部門 整合在一起 並且在推出之前沒有同業界諮詢 越有藝術工作者擔心 新成立的文化局是為了控制儀式形態 我作為文化界的一份子 我很樂意見到香港政府對香港文化發展作出承擔 但是成立文化局 雖然沒錯是文化界的一個期望 但是我們都很擔憂 文化局最終只是一個控制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 既然文化局好像受到文化界的認同 但是我覺得文化局這件事 文化界等了這麼多年 不差再等多一陣 後任特首辦署管羅范昭 邱芬強調 文化局絕對不是另一個中宣局 我開中名義先說 成立這個文化局絕對不會是一個中宣部 一定會秉持到 發揮捍衛文化自由 以及去結合文化事業與產業的發展 所以我們先將《創意香港》放在這裏 但如果你說今天要我將整個文化的方向 理念、政策和未來的發展 要今天已經和你們說完 然後才安心成立文化局 我猜可能就會走快了一步 我們希望先成立文化局 然後由局長去領導文化界的朋友 一起去制定這個整傳和長遠的政策 今次會議有多個團體出席 大部分都支持政府架構重組的方案 認為可以令政府未來施政更有效率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林家瑜報導